和五色皆天 通通知福 修禅的禅定功夫很深 他要没有慈悲习食 他不能到促禅庭 因为初禅以上不仅仅是要成就四禅八定 还要居足四无良心 四禅 这四界有十八层天 四空有四层天 四禅八定合起来 二十二层天 这个二十二层天越往上面去 这个慈悲习食 这个四中心越广大 越亲近 越平等 注意一下下 四禅天也不是容易去的 心量小的人 没有慈悲心的人去不了 所以修来修去 还是在欲界 欲界不容易突破 突破要断欲 还有欲界 还有欲界没有办法超越 这个四心 语言 语言我们通常讲就是人四环境 我们处人 人与人相处 人与一切有情众生相处 都叫做缘 静呢 是物质环境 我们生活总离不开这两个环境 一个人事环境 一个物质环境 人事环境与物质环境 都非常之广泛 范围广大 事物众多 所以说宽多 这就变成无量了 这四种心对待这个对象就无量 静怨无量 你的慈悲习舌也无量 这是我们修学的根本 下面这是引经论来给我们解释 修学二十九云 修学是修学论 修学论第二十九月里面讲 无量有情为所缘故 这就解释前面那个缘境 缘的意思 缘是指有情的众生 无量的众生为所缘 我们用心 所以是待人接活 这个人 从祝福菩萨 到地狱众生 都是有情众生 都是我们所缘的 所以要用清净心 平等心来看待 今天下午 日常法师回来了 来看我 告诉我 台中南普陀寺的佛修院 现在有四十多个学生 统统是南州 我听了非常地欢喜 我告诉他 今天全世界 红发地生的人 太少了 这年卫法师 广化跟日常 临到这个佛修院 对于将来的佛法 所复的 这个使命 非常之重 富有很大的使命 真正能把佛法 在中心 再恢复起来 我特别提醒他 第一个 要把心量脱开 要能容忍 不但对于佛法里面 所不同的法门 要容忍 就是对于妖魔鬼怪 也要容忍 才能够 佛新佛法 才能够 救这个苦难的世界 如果你不能容忍 修得再好 也没用处 何况佛法 绝对平等 欲试心清净 欲试心平等 除世待人 借我 那沉浸之心 自然就生得起来 我今天除世的 那个恭敬心 生不起来 为什么生不起来 心不清净 心不平等 心真正 清净平等 这个四无量性 自然流露 为什么呢 四无量性 是你的信德 不是修的 不要修的 你本性 本来如此 你今天 你信德 透不出来 是因为你有障碍 所以障碍 除掉之后 确实 普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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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尽 祝福 你自然 做到 这个离尽 祝福 是平等的 离尽 祝福在哪里 一切众生 本来 成福 所以你会 对一切众生 决定 没有一念 分别执着之心 平等 离尽 自己 千许 这是花言经 善才 童子 五十三餐 这五十三位 法身大师 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什么榜样呢 就是 信德 流露出来的榜样 也就是 心地 恢复到 清净 平等的 样子 那个样子 不是装出来的 不是做作出来的 是自然 流露出来的 对自己 决定 谦恃 对别人 决定 公情 从这一点 也能够 测验 我们自己 修学的功夫 如果我们学的 一年比一年 谦虚 一年比一年 悲下 一年比一年 恭敬别人 你学佛了 决定是有进步 你确实是 有效用 如果这个 学佛 学的是 一年 比一年 骄傲 一年 比一年 瞧不起人 那 你就 颠倒了 那什么呢 烦恼 增长 菩提 消失了 烦恼 增长 贪嗔 吃慢 都是烦恼 但是 许许多地方 都可以能够 反显 简点 自己在菩萨道里面 有没有走错路 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这个东西都不需要问别人 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轻轻 说 明明 我们再继续看底下文 又有二义 一 因无量福故 二 甘无量国故 名为无量也 这两个意思要好 慈悲 吸血 四无量心 为什么称无量呢 这四种心 会给你带来无量的负德 所以这四种称作无量 同时这四种心呢 能叫你的无量的果报 你看看 在三界之内 色界天 五色界天 那在佛法里 更不必说了 从实行为的菩萨 他一直到成佛 无量无边的善果 都是这个四心所得 所以诸位同学 学佛 首先要真正知道 因果报应 佛在经常给我们说 我们人生 来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 你有没有想到 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来 来干什么 佛把这个四十真相 给我们说出来 人生 人生 仇业 你过去是造的果报 造的因 这也是来受果报的 你从前造的因善 那么你这一生来享受你善的果报 过去是你造的窩 这也是你要来受你的窩的果报 六道轮回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那么我们每个人 生生世世 或者说这一生一世 我们所造的因很复杂 有善有福 因此我们所受的这个果报 然后里面也就有苦有落 这个就是人生 就是六道 亦赢亦诸 莫非前定 你过去生造作 决定你这一生 你如果真正彻底 就明白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大量的应送量反思绪 目的活在呢 就是希望你认清这个四十真相 真相明白了 你不会再做糊涂思绪 你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我 在这里我更注意 提示一个原则 利益众生的是善 利益自己的是我 这是佛法讲善我 永远不变的标准 念念多为利益众生 就是大善 你这个果报不可思议 凡夫愚痴 念念为自己 纵然想帮助别人 非常有限 能够将自己的利益 分出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给别人 他就觉得我做了很多好事 做了很多善事 这是不错 是做了善事 能不能出三界呢 为什么呢 把自力看得太重了 你看看 这个全世界 现在甚至于还有什么 智慧财产权 这个半权 这个名词 是外来的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读书人当中 没有这个概念 真的没有 佛法里面 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中国自古 读书人 被社会所尊重 为什么呢 清高啊 他只所思 所作 都是希望 立业天下 苍生 自己多受一点苦难 他感情 他情愿 所以这 清高啊 清是清苦啊 孔老父子 清苦 清高啊 你看看 后世的子孙 到今天 孔德成 在这个世界 还被人家尊敬 凭什么尊敬他 听说是 孔老父子的后代 如果当年 孔老父子说 我这些著作 我有本权 凡兴敝旧 跟著说 孔老父子 闯不到第二代 就完了 人家不要 希望能够利益 一切众生 这是大胜 大贤 所以主要想 什么智慧财产 财产权 版权 统统是外国的东西 这是破来瓶 真正道地的破来瓶 现在在中国推销 中国人愚痴 这不是好东西 我们也接受过了 这样就是把我们中国被人家同化了 这是一个不善的同化 我们这个好的不能去同化它 我们能够同化它 实在讲 这个世界会能够达到太平 天下太平 我们被他同化 这世界上有苦难了 为什么呢 自私自利 现在这个同化很厉害 甚至我看到 印那个大藏经后头都有版权所有 翻隐笔旧 他不知道这是哪一尊佛菩萨 把版权给他的 这搞不清楚 这个如果跟真正说真的 这将决定夺别地狱 阴禄王叛地狱的时候 他都有证据确凿 他翻开就说 你看这版权所有 你盗取释迦牟尼佛的版权 释迦牟尼佛没有版权 你盗取他的版权 那你不应该堕地狱啊 证据 确凿嘛 变都变不掉 不要说是 佛菩萨祖师大德这些著作 你不可以 窃取他们的版权 你自己的著作 你都不能要版权 你要要版权的话 还是要堕地狱 这个书不是世间书 问问你 你是不是要曾经发过愿 众生无边诗愿度 我说是啊 我是发过这个愿呢 这个四红诗愿 我也一生念了不少遍呢 既然念了不少遍 你这个东西 为什么还版权所有翻阴笔旧 这就不能自圆去说了 所以决定不可以 凡是佛门东西 地区一草一木 都是菩利正三 把祝福菩萨 这种慈悲洗血的大心大悦 你把它障碍住了 你想想看你这个罪过有多大 造什么样的罪悟 做罪悟的时候没有这个罪悟的 共产党杀几亿人也没有你这个罪悟的 他杀的是人的生命的 你这个是倦众生的慧命的 你想想看这个这个国报多可怕 所以流通佛法 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 祝福欢喜 祝福赞叹 你障碍佛法的流通 连那些恶鬼恶神都讨厌你 都嫌弃你 你后来还会有什么好日子过 所以不仅仅是佛法 就是世间法也一样 有业余社会道德 有业余社会安定的 有业余世界和平的 都不可以要本身所有 都希望什么呢 传播的越广越好 大家能够接受这个教育 人心安定 社会安定 天下太平 我想这个是著作人的本意 著作人要不是这个意思 只因为我这个东西出版之后 我可以拿多少板税 可以赚多少钱 天下要乱了 他也免不了 他也逃不了这个豪杰 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深反显的 似无量心 隐无量夫 干无量过 顾名为无量有 这个底下呢 一 杂心中有其二重 这个杂心是杂心论 是佛经里面一部论的名称 杂心论里面 有两种说法 一大二小 大无量之 为佛所得 提及厚得之 是平等之故 一向不隆 这个是讲 这个四中大的慈悲兮兮兮 我们佛门里常讲 大慈大悲 大喜大舌 这就是说大的 就是杂心论里面所讲的小的 这个大慈大悲 大喜大舌 实在说 来说呢 至少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准阿赖耶 成大云尽智 他这个四无量性 是大 那么由此可知 切地之情 下面 都还算是小四无量性 下面 有个简单的诸解 慈悲皆无成 这个小无量 二小无量者 慈悲皆无成 所以 佛在 经论里面 告诉我们 大小城经论都一样 色界粗产以上 没有成慧 我们如果还有成慧心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心里还会不高兴 你就晓得 你禅定功夫再好 你也生不到初禅定 再高的禅定 神欲界天 没有办法到色界 为什么呢 色界天人没有成慧 所以真正慈悲 成慧 虽然他根没有断 他辅助 决定不起现行 我们将烦恼 这个欲界 始终统统有 始终全有 就是见思烦恼 神经 边境 见去见 戒去见 邪经 这个 今后的五种 思乎 谈 成 吃 慢 仪 这个五种 也全有 到色界 只有九种 去哪一种呢 去思乎里面的成 他没有成慧 成慧没有 所以这个叫慈悲 欲界不叫慈悲 色界叫慈悲 没有成慧 没有成慧 当然就没有嫉妒 嫉妒是从成慧 这个神经 喜极 喜受 谁无贪心 谁是没有 坚贪 坚贪 没有了 这叫慈悲 这个成慧 没有了 叫慈悲 所以这个 笑无量 这个讲法 与 居 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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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一句 慈悲无诚信 息息无贪欲 有这两句 所以跟此地讲的 给这个杂性论里面讲的 大小二种 这个小的 讲的完全是 相同的 所以有小臣的慈悲 有大臣的慈悲 若依诚识论 大小皆以智慧为信 诚识论也是小臣论 小臣两种 就是诚识论和居识论 就是依这两部论而立的 居识论 篇中将有 于法相中 接近 诚识论将空 于大臣信中 比较接近 所以居识论里头 讲这个七十五法 大臣讲八法 八法名门论 讲八法 居识论将七十五法 所以从前学法相中 大概先都要学知识论 作为法相中的基础 那么诚识论里面说法呢 跟这个知识讲法了 稍微有一点不相同 他说大小借以智慧为心 这个心就是体 以智慧为心 以智慧心 发言无远 经略明慈心三 愈可准知 这个诚实接近信中 所以他解释 这个四无量性 慈悲习学 他以智慧心 他以智慧心 解释识 利益心 解释的悲 清净不拙 解释为习识 他用这个方法来解释 也很有道理 那么也能够从这个地方体会到 慈悲习学 实实在在 是从智慧里面生的 愚人 没有这四中心 愚人是自私自利 没有智慧 因为神就是自己 因为家庭眷属 就是自己所有的 眼光很自小 只看到眼前这个小局面 疏忽了大体 这个叫迷惑颠倒 一定要用智慧 一定要用智慧 诸位同修 还要知道一桩思绪 现代这个世界 将民主潮流 民主 好不好 注意你再要晓得 孙中山先生 我非常佩服 他很了不起 他所 这个搞的三民主义 建设的中国国民党 他从来没有想到 会有两个党来竞争 他没想到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是老殿 老殿不能争 老殿是代代乘船 只不过就是什么呢 用党来代替从前的黄石 是黄石取而代之 还是用中国固有文化道童 来治理中国 这个是孙先生的理想 这个想法没错 绝对也真确 哪里想到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前上个星期 有个机会 我跟他们党里头 一些高级的干部 偶然的机缘 接触谈谈话 我不是国民党员 那竞争当中 我也帮不上忙 他问我 我这里群众有多少 我说大概有三百人吧 也就没有什么 三百人三百张票算什么 那是不是不算什么 我没有群众 没有群众嘛 我也没有财富 也没有能力 这样也很好 清闲自在 我就提醒他 我说你们国民党啊 有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政党 所没有的 好东西啊 它是什么 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什么 三民主义是中国 五千年道同 文化的现代化 几个人知道 如果能够真正 发扬广大三民主义 就是发扬固有中华文化的道同 我们的社会 决定是长治久安 每个人都自在快乐 幸福美满 怎么会今天这个动乱 所以我提醒他 最重要的 是要去研究三民主义 去办三民主义 发扬广大 研究三民主义 不简单 为什么呢 不读中国的古书 三民主义不会懂 要去读啊 中国的四书五经 不自博家 还得念中国的二十五书 然后看三民主义 才会看得懂 否则的话 这个也看不懂 孙中山先生 一生念书啊 从来没有一天剪断了 所以他真是不古通经 这个东西很了不起 可惜现在 没几个人懂得 这真正是值得欢喜 好 我们今天讲到四弟